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YouTube Me Too 怪美行不行 我是紫玉 我是泰雅 紫玉 我們今天來到了一個充滿草叠的地方 是 這是哪 所以很明顯就知道我們是要來 打棒球 反正我們今天來到的地方 主要是要進行一些比較特別的表演 什麼表演 你當過冰嗎 不是不是 你有沒有當過冰 沒有 你有沒有覺得很好奇為什麼沒當過冰 我要問是不是 你為什麼沒當過冰 你為什麼沒當過冰 因為我個人在體檢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過瘦 就是一個大爆瘦 然後就體味也沒到 所以連替代義的體味都沒到 所以直接免疫了 沒關係 這不重要 反正我們今天要來體驗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軍中有一種人 特別的威風 平常走路大家就是正常這樣走就好 他們就一定會要那種很像model走路 就不要做錯這樣子走 不知道為什麼啊 這種人叫做儀隊 儀隊 而且我跟你講這種儀隊啊 他們會在軍中去找 他們怎麼找 他們就突然有一天 我們像我們星訓嘛 比較菜鳥 然後突然被叫起來集合 然後怎麼 展觀怎麼怎麼 然後他們說 你你你你你你 跟我走 對他們都挑一些身高比較高的 比較重錯的 然後就說 那可見你本人應該是儀隊喔 因為我本人只有四個月 四個月的疫情 所以我不需要去參加這種東西 反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體驗 他們儀隊的操槍技術 那在他們開始表演之前呢 我先請我們今天的來賓 進場 哈囉大家好我是尚如 哈囉大家好我是喬碩 這兩位是我們那個公司的學弟 因為我一個人擔當不了這個 這份重責大任 所以找了兩個學弟來了 請問你們有當過兵了嗎 還沒 還沒 請問你抽籤了嗎 我們應該都抽籤了 我還沒我還沒 我是剛體檢完 我抽籤了 太扯了 那我知道該怎麼跟你們這群三個男人聊天呢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體驗 一體驗就直接體驗來當兵的那個儀隊的部分 想問一下你們對於當兵 你們有沒有心中的一些想像 其實蠻嚮往當兵的生活 就是大家 蠻嚮往 記住啊他嚮往 我是非常嚮往 就是大家幾個臭男生 大家一起打屁哈啦 喔這個倒有 這個有 你今天就是我們的小老師 你要幫我們去打 景春的休息時間 所有的問題 太拿班長 走路會不會有風 走路沒有風的話 看當天的天氣啦 走路有沒有風 你要看你穿什麼衣服吧 看誰到底有沒有風 在鏡中走路有風 你會被學長打喔 那個菜喔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準備來看退役幫大學長們的表演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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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面 左邊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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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 左邊 左邊 好 我姓國 國叫國 叫國鴻 國鴻哥 我是空軍儀隊 羅志祥 羅志祥 你好 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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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空軍儀隊 我叫莊慶 莊慶 都是空軍的耶 對 好帥耶 全身把槍大概多重 六公斤 聊天的時候這兩位都站得好 對 他們是被規定的是不是 也不是啦 就是說他們在於這種形象上的嚴肅感 對 比較 比較注重 不是說我們是一個輕鬆的節目耶 或者是讓他們把槍放著 他們就 欸 他們現在被槍 被一對付 被限制住了 那我們把它解開鎖 是不是 封鎖 馬上變重力槍 沒有曾經被槍傷過的 有 有 有 其實因為在部隊是真刀 對啊 在部隊是真刀 我們有個學弟丟上去之後 直接腳就吃到上面去 這退役下來 就是我們接這個就是做表演嘛 平常 好的 謝謝 那現在有做什麼職業嗎 就是在操槍組合 平常的話 謝謝 我們在下一集 空軍的這很嚴謹 空軍很嚴謹啊 那你覺得我們這兩位呢 對於進入一隊有沒有希望或是 即將要當兵 我先 我這樣講好了啦 其實現在邊緣不足 歡迎加入國軍的團隊 馬上 馬上跟國防部聯絡了 也好啦 那我們就準備來體驗我們的 一隊人操槍的技術 沒有問題 好的 好的 我們就行 我們國務學長先帶我們兩個小學弟來 簡單的做一些基本動作 我們先做小溪立正 槍扣在這個腳旁邊 好 那再來就手勢囉 手勢第一個呢 我們的右手 四指並龍 然後呢 就 剛好這個上背帶環這個地方撐住 然後呢 左手 左手呢 握拳 然後貼起庫縫 貼起庫縫 對 然後一樣抬頭挺胸 對 這樣 往前看 好 一個小時倒數計時 開始 好 開始 好 那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先想一下我們的午餐要吃什麼 欸 好啊 不錯欸 哈哈哈哈 好 那這次是立正 然後呢 掃吸的話呢 打開 就是稍微 稍微踏一下 最好是雨肩 彭寬 右手呢 就是把槍推出去 我現在就是做連續動作 好不好 好 來 掃吸 大概就這樣 國手不用動嗎 國手不用動 當兵的長官的口氣 就像國務學長一樣 好空手 而且我跟你講 他們會快到你聽不出來幹嘛 你在一起而已 你根本不要再講什麼 我們再講一個動作 對 對 對 我們再講一個動作 好 我們再教拖槍 第一動呢 就是 一 然後第二動呢 第二個動作呢 就是往下滑到槍桌地板 不用 學弟 槍口不很潮人啊 哈哈 然後呢 其實要把槍撈在上 貼住啊 對 這就是拖槍 直接來嗎 直接來 我們就請郭文昌大哥 好 你們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等一下你會聽到那個 你的手力 有 有 有 對 之類的 然後你們就可以動作了 手心 六 六 耶 耶 破槍 一 二 三 四 有啦 嗯 你們可以用簡介的方式把它剪 我會幫你用到 坑槍有力 我就來示範一個槍法 它叫做 四號槍 它為什麼叫四號槍呢 原因很簡單 是我聽的傳說啦 就是它在這個動作的時候 有沒有 很像一個四 哦 就是一個四 好 來 四號槍 預備 一 二 四 號 一 二 我剛剛不是只有聽到只有這樣而已嗎 老師你是不是覺得我滿厲害的 第一個動作先 一邊往下 對 然後 就這樣 就把槍推出來 如果你太外面 你的肌群就會再去撐 只是因為我比較壯 哦 我瞭解 明白 那你的右手舉起來 敬禮 哦 就敬禮了 然後拍槍 拍出聲音來 槍就可以倒下來 對 下一個動作呢 就是 直接 把槍 你就稍微推一下 刺刀朝下 對 對 就這樣 一樣拍 拍 倒 接 接到槍托的位置 對 對對對 哦 拍 你拍著 然後 來來來來 好 你們有信心挑戰嗎 沒有 我們剛剛總共轉了幾圈 老師你再一次 我們轉了幾圈 沒有問題 等一下 老師你再慢一點再一次 好 再慢一點 沒問題 我們一起完全 好 來 我們來 一個動作一個動作 好 來 就這樣子 我們還要驗收嗎 還是我們這樣就好了 我想試試看 怎麼了 我們就來挑戰的指令 好 來吧 好 我們來直接下口令 好 我們來直接下口令 來 注意 聽口令 小心 加油 向左向右 轉 拓 槍 四號槍 預備 四號槍 預備 可以耶 剛剛結果是我放槍 剛剛沒有跟到 最終是你耶 你很完整的把它做完 畢竟我是那個啊 跟國志祥 跳舞擔當 我們小學弟的部分 今天如何 我覺得這個蠻棒的經驗 因為我覺得學到這個東西 也是一個新的技能 平常很少會用到技能 真的真的 蠻拉風的 哪一天走秀要走這個 突然就直接來一下 我跟你講很有可能不是步滾嗎 你幹嘛 直接會被選上 歡迎加入我們 然後我們一起去表演 開始真人 對對對 那我們今天的話 這個操演的部分 就到這邊 那我們今天體驗的感覺 也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讚 那我們也謝謝今天表演的 志祥 跟 莊慶 還有國光大哥 是是是 謝謝謝謝 喬錯 喬錯學弟 謝謝我們來 我們的影片會在每週三 固定更新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歡迎留言分享按讚追蹤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